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国迁都彭城 今天的江苏徐州 彭城锦铃似水 太丘社应该就位于彭城郊外 辞职通鉴记载 宋太丘社王 这句话的直接出处是史记六国年表 而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 对于太丘社和九鼎存在着相当矛盾的说法 一是说 朱王是灭亡的时候 象征着最高权力的九鼎被运送到秦国去了 二是说 宋国太丘社王的时候 九鼎沉入了彭城旁边的四水 后来秦始皇出巡 经过彭城的时候 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打捞周鼎的任务 但一无所获 而太丘社因为和九鼎发生了联系 九鼎的去留又象征着周朝的覆灭和秦朝的建立 所以宋太丘社王被当成了天命转移的征兆 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清楚哪种说法才对 照例 仪者传仪 后来有人弥合了这个矛盾 说秦国当初运走九鼎的时候 有一只鼎自己飞到了四水里了 所以秦国并没有得到全套的九鼎 这个说法貌似荒诞不惊 其实意味深长 他暗示出所谓九鼎就像全套的法器 必须凑齐一整套才能发挥效用 所以秦朝虽然一统天下 但因为没有天命的加持 所以注定断命 当我们体会出了这层深意 就不难想到一只鼎飞如四水这种事儿 恐怕又是汉朝人编的 汉朝是一个文化落后迷信发达的时代 所以这种说法在汉朝并不难取信于人 更何况汉朝官方会很喜欢这种给秦朝抹黑的段子 汉朝初年 骗术大师新元平忽悠汉文帝 说周朝的大鼎 当年不是沉入四水了吗 如今黄河涨水 池通四水 自己忘弃的时候 正好发现坟银地带有金宝器 这应该是周鼎重现人间的征兆 征兆都有了 不去主动迎接周鼎的话 就会错失这个良机啊 于是汉文帝派人去坟银修庙祭拜 但就在这个时候 新元平其他弄虚作假的勾当被人揭发了 祥瑞变成了闹剧 迎接周鼎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若干年后 汉武帝执政期间 坟银当真的迎来了祥瑞 一名巫师在厚土瓷旁边 发现地面有点异常 挖开一看 竟然挖出来一只大鼎 鼎的形体很大 和一般的鼎不一样 再看鼎身 有花纹 但没有文字 朝廷仔细查验 排除了巫师使诈的可能 于是就把大鼎隆重迎接到甘泉宫 汉武帝亲自祭祀 等到大鼎抵达长安 宫卿大臣都在议论 要好好把他遵奉起来 但是一向爱搞迷信活动的汉武帝 这回啊 竟然有点没想通 觉得近些年来 黄河泛滥 粮食欠收 明明没什么好事 为什么大鼎这种高级祥瑞突然现身呢 这个问题实在太尖锐了 官员们赶紧去找理论依据 还真找出了大鼎的来历 说当初大雨汇集了九州进贡的金属 筑成九鼎 每一只鼎都住过县祭的牲畜 供奉上帝鬼神 所以九鼎是有灵性的 遇到圣明君主就会现身 九鼎从下朝传到商朝 再从商朝传到周朝 周朝后来德行衰微 得不到上天的眷顾了 那时候宋国的舍忙了 鼎就沉到了水里 谁都找不到了 哪知道过了这么多年 这鼎竟然重见天日 这充分说明皇帝您老人家 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所以这只大鼎一定要好好供起来才行 咱们可不能不识老天爷的抬举啊 人家其实还讲了很多的肉麻话 但我呢就从简了 汉武帝的批示只有一个字 可 以上是史记的记载 唯妙唯孝 细致入微 资质通鉴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打刀阔斧 山凡就简 只说某人在某地发现了一只大鼎 官府查验乌 将大鼎迎入甘泉宫供奉 文武大臣都向汉武帝祝贺 司马光的唯物主义情怀 使资质通鉴失去了从观念意义上 解读宋太丘舍王和九鼎踪迹的含义 这样说倒不是嫌司马光不够谨慎 事实上他在这件事上做出了相当精荡的考据 因为当资质通鉴编到汉武帝时代的时候 司马光主要由史记和汉书两部权威正史可以参照 但这两部书时不时出现矛盾 比如汉书记载说 在焚音厚土祠挖出大鼎的四年前 也就是汉武帝圆鼎圆年 就已经出土过一只大鼎了 东汉学者应少还说 正因为这一年出土大鼎 所以年号才改成圆鼎的 但问题是 这么大的一件事 史记怎么只字未提呢 司马光把史记和汉书前前后后翻了个遍 找出几条旁证 推断出班固因为汉武帝改元圆鼎 觉得那一年一定得发现过一只古顶 才会这么改元 所以就在改元当年 应天了一件发现古顶的事 其实古顶只出土过一次 就是焚音巫师祭祀后土的时候 发现古顶的那次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回到焚音古顶事件了 有两处细节需要留意 一是焚音 二是后土 焚音顾名思义 位于粉水南岸 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 是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魏聚贤的老家 魏聚贤的考古事业 正是从家乡开始的 在1930年 挖出了汉朝留下的一处遗址 推断这里 就是当初后土词的所在 让我们回顾一下 新元平忽悠汉武帝的话 他说啊 黄河涨水 直通四水 自己忘弃的时候 正好发现了焚音地带有金宝器 联系新元平的一贯做派 他应该预先就在焚音做了手脚 买好了一只大顶 等待汉文帝派人挖掘 挖出之后 如果把这只大顶 几十位九顶之一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在徐州沉入四水 然后趁着黄河连通四水的时候 逆流而上三百多公里 神秘的在焚音现身 显然天意如此 为人力所能及 真是天大的祥瑞 可惜新元平的其他骗术 忽然败露 让九顶布局落了空 到了汉武帝时代 一名巫师误打误撞的 发现了新元平的藏宝 然后顺利通过了官方审查 当然他一点都不亏心 这时候回想新元平 正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 完成了一场惊人的行为艺术 顺便说一句 新元平并不姓新 而是父姓新元 就是日本明星 新元结一的那个新元 我们再看第二处细节 后土 你肯定熟悉 皇天后土这个词 皇天就是天神 后土就是地神 皇和后 在这里都是君主的意思 表示君主的后和表示前后的后 原本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字 简体字 把它们统一成了一个字 很容易让我们读古书的时候产生困惑 话说回来 既然后土就是地神和摄神 不就是一回事吗 虽然严格来说 后土和摄神有些区别 来龙去脉各有各的复杂性 但大体来说 两者确实是一回事 所以坟一后土词和宋国的太丘舍 属于同一个祭祀系统 九鼎之一 因为宋太丘舍王而沉入似水 在神秘体系的逻辑当中 相当合理的因为坟淫的后土祭祀而重现人间 标志着天命的转移和人间权力的臣服与更迭 假如你可以暂时抛弃现代人的知识和理性 把自己想象成一名汉朝或者汉朝以前的普通人 那么关于九鼎的这些消息很可能会引发你顶礼膜拜的冲动 而在这种冲动的背后既有着汉朝对秦朝合法性的诋毁 也藏着儒家对法家的诋毁 时至东汉 无神论学者王冲在他的名著《论行》当中驳斥九鼎势而复得的虚妄 但他不曾想到的是汉武帝时代的那些知识精英未必看不出其中的虚妄 却宁愿假戏振作 秦始皇在四水打捞九鼎 这是汉朝画像砖的一个经典主题 各种画面上经常出现一条龙弄断了打捞九鼎的绳索 暗示出秦朝的国作完全得不到上天的眷顾 汉朝才是天命所归 所以即便作为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王冲这时候也应该想到 所谓客观世界 往往真的只是主观世界的投射 几个世纪之后 王恩石在汴京南郊信玛游江 看着当地的祭祀设施 不由得响起宋太邱社王的一幕 百感中来写下两首七诀 其中低首特别有力 神仙变化久难之 于鼎由来更不宜 痴魅合谋非一日 太邱真妇射王尺 诗的前两句说的是大禹 铸造九鼎 为的是把妖魔鬼怪的形象 在鼎身上刻画下来 公告天下 让大家呢小的防备 所以九鼎铸成之后 一切妖魔鬼怪都无所遁形 后两句话说 妖魔鬼怪当然不高兴 早就惦记着把九鼎毁掉 假如他们如愿以偿的话 那么宋国的太邱社早就会往 九鼎早就会沉入水底 言下之意是 这两件事直到周写王三十三年才发生 已经算得难能可贵了 王恩石当然话里有话 用妖魔鬼怪 吃美王俩按指变法的反对派 其实即便没有王恩石的这些发挥 宋太邱社王也有着高度丰富的解读空间 我的讲解并不是学界定论 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定论 不过我就不再为其他说法花费篇幅了 接下来我们就加快步伐 进入周写王三十三年里的第二桩大事件 孟子且卫会王